昨天是咖啡包 今天改成手撕有语 现在网路上疯狂在争抢 一包60块都还抢不到 开直播亲自带货销售 51岁的秦阳 镜头前讲起话听来中气十足 但仔细看整个人销售不少 新年快乐恭喜发大财 跟着我养生 一年多前 秦阳的胸腔外科医生好友 听到他咳嗽声觉得有异状 立刻要他到院检查 这才发现肺部长了异物 约两公分大小 而且一年内又增生两科 必须定期追踪以免病变 秦阳也说自己曾抽烟15年 但也戒烟15年了 现在碰到有人抽烟 会诚恳表达自己闻到烟味不舒服 请对方别抽 相当珍惜身体 才能有更多时间陪伴老婆 以及财毒国中的儿子 我如果是不送 我就送你一趟去有一个烦恼会 我还送你一 撵鸡两个 不好意思已经十几年 没说话说得老糕的 重现20年前本土剧的经典台词 秦阳当初就是演出刘文聪一脚爆红 后来从政与商场投资失利负债 去年在花莲开餐厅又碰上疫情停业 只好打包北返 由于超过半年没有收入 他化被动为主动 开始转战脸书直播 卖乌鱼籽等商品 首次直播销售 两天营业额就直逼10万元 也让他建立信心 希望新年事业与健康都能更好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